一些问题 他们说作为一个新人 你随着韩流军团来到了中国 去了韩国参加了几次活动 回到中国参加了几次活动 你如何看待中国歌迷对你的欢呼和尖叫 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首先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从我出道以来 到现在一直对我的这种支持 然后呢我觉得 没有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可能就是不会走到今天这样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做好我的工作 希望他们继续的支持我 嗯好 作为第一个在韩国出道的中国女孩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韩国在中国出 在韩国然后出道的中国女歌手呢 首先感觉就是很荣幸 然后觉得公司给我了这么一个 广阔的这个舞台的平台 我觉得可以让我自由的发挥我的能力 我很感谢她 嗯好谢谢 我们线上的网友问说 想问一下丽莹 你在你的学校是学什么 学些什么在韩国的一些学校 就是我学校里 嗯 学校里我平时就会上 就是他们上的一些文化课这样 哦 就是说是之前说了 是在中国的 在韩国的一所中国学校 对 就是跟普通的学生一样 每天会上文化课这样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学校里面的学生上的是差不多的 对吧 嗯那好 还有我们的说 新专辑在韩国什么时候发 嗯新专辑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嗯就是 嗯差不多今年吧 今年 下半年可能会在韩国发行 嗯 还有我们的网友问 丽莹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哈哈哈哈 一个很八卦的问题 我呢比较喜欢 就是 像韩根哥哥那样的吗 韩根哥哥吗 嗯韩根哥哥也不错 哈哈哈哈 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对我好的 嗯 然后很善良的 嗯 这种男生 嗯那我们的网友 他们丝毫不想放过你 是吗 丽莹在韩国有没有人追求呢 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呢 啊 其实呢 我希望 这个东西呢 都是顺其自然的 嗯 公司会不会说 不想让你谈恋爱 说会不会因为谈恋爱了 影响到工作 公司 其实也没有这么 就是刻意的去说过 但是没有刻意的去说 但是其实还是不想让你去谈恋爱 恋爱对吧 其实还是希望我 就是 专心的用在工作上 嗯 专心的把 自己的心思投入到这种工作上去 嗯 因为就是谈了恋爱的话 少 少一 就是 很可能就会分散 就是这种 经历 经历的这种精神 哦 那我们刚还没有回答 刚才我们歌迷的话 在韩国有没有男生追啊 嗯 啊 不知道 哈哈哈哈 对啊 别太年纪小小啊 保密 好 那我们就不换了 哎 我知道 丽影是跟 Super Junior里的 哪个成员 还有东方升起的关系 都特别不错 那是啊 也经常合作过 但私底下 你们怎么样 私底下呢 我们平时就跟朋友一样 嗯 就我觉得他们 Super Junior他们给我感觉就是特别的爱开玩笑 然后平时也是特别比如说大大咧咧的啊 这样就是很平易近人的感觉 嗯 没有就是距离感 平时他们也像这种大哥哥一样的关心自己的后背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这种 那跟东方升起呢 东方升起 嗯 感觉也是很亲切的 嗯 就是没有 因为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很紧张 毕竟是东方升起嘛 对啊 是很高人气的 嗯 但是没想到见到他们就是像孩子一样 他们五个都 哇 都像孩子一样就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平时做的一些事情呢都 跟小孩子一样 跟小孩子一样 嗯 没有距离感对吗 对 嗯 所以你跟他们一直相交的关系不错 嗯 那我知道你 李永知道今年是08年 中国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北京要举办奥运会 嗯 我也知道你为了奥运会跟韩庚一起合作了一首歌曲 对吗 手牵手 嗯 这就是你这次为奥运会做的 一点事情 嗯 其实呢我希望今年呢 嗯 就是奥运会能够举办成功 然后希望 就是我们中国的健儿能在奥运会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样 嗯 而且呢我们公司也专门为我制作了一首歌曲叫这个One more try 哦 就是为了迎合奥运的 对 是一首舞曲风格的歌曲 嗯 那这首歌呢 在曲风上 我就是在那个歌词上呢 讲的是 嗯 就是让大家继续努力的去争取 是不要 永不放弃的一种精神 嗯 所以我希望这首歌呢 在2008年能给奥运会增添一点色彩 嗯 那奥运会期间你给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嗯 我就是希望这张专辑呢 大家能够喜欢 哈哈 在中国 嗯 就可以了 对吧 对 那在这里给我爆料一下 你在拍这张专辑MV当中一些好玩的事情 啊 我记得有一次好玩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去上海拍摄这个金剧场面的时候 我当时有在底下看韩根歌和史源歌 他们在拍摄一场就是金剧打斗的戏 当时呢 就是史源他从来没有学过这个金剧嘛 嗯 然后 就是没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所以他在学那个舞蹈的时候就非常奇怪 没有韩根 他表现的好一些 他跳舞的时候就是运用的他那种很很流行的pop 感觉的一些dance 加入进去然后就是乱晃啊 乱晃啊 这样很搞笑的 觉得比较有意思 对 那 呃 立映是打算一直留在韩国吗 还是这张专辑出来以后打算以后就会在国内发展了 我大部分的时间今年会在国内一直发展 就只有今年吗 嗯 明年也会 就是我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国内 嗯 就是说以后 会把很多的时间放在这边发展 对 但也会两头跑 韩国那边也会回去 韩国偶尔会回去一次 哦 那太好了中国的歌迷会很高兴了 满足他们很大的一个希望 对我也很高兴 嗯 今天可以见到他们了 嗯 嗯 好 你歌迷说下半年在韩国发多拿几个大奖 说你的 刚才说了这张专辑会在下半年在韩国发对吗 对 他希望能多拿几个大奖 我一定努力的 对自己有信心吗 啊 不是太有信心 哈哈哈哈 就是顺其自然吧 如果可以得奖的话 我当然很高兴 嗯 好我们这里说 啊 莉姚你的韩语感觉是比韩庚哥好一点 哦 这里要韩庚的 哈哈哈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韩庚哥韩语比我好一点吧 因为 他平时都跟Super Junior他们在一起 嗯 生活 所以就是平时聊天啊 开玩笑这些 我觉得他更要流利一些 嗯 莉姚你喜欢吃什么韩国食品啊 我喜欢吃的食品是韩国烤肉 哦 对 因为他 中国是就是没有这种味道的这种烤肉 嗯 中国也有一些就是说 可能说是韩国的一些烤肉的一些饭馆之类 但是可能是在味道上跟韩国的比还是差一些 对 就是没有韩国的那种正宗 对啊 嗯 还有 嗯 莉姚觉得中国男孩和韩国的男孩有什么不同 嗯 这也我我觉得今天你的歌迷真的很八卦 对啊 其实我觉得 都差不多 哈哈哈 嗯 嗯 嗯 说跳舞跳舞 莉姚我们想看你跳舞 但是我们今天的演 直播间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那就希望你下次跟歌迷见面会的时候 会绣一段舞蹈 嗯 好的 嗯 说姐姐姐我依然坚强不屑的想看你的舞蹈 嗯 下次我一定就是带给你们看 嗯 好 嗯 那莉姚在韩国也待了这么多年 嗯 嗯 那是在韩国给你留下最深的是什么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第一次去韩国 嗯 当时呢因为不会韩语 嗯 第一次去韩国以后就是过我的第一个生日 嗯 2月28号 嗯 嗯 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李先生 李秀玛先生 他代表我们公司全体的这个职员 送我了一件就是很漂亮的衣服 那我现在都就是经常会穿它 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公司对我的那种关心很深 很温馨感觉对吗 那平时的业余爱好都在做什么 除了唱歌以外 平时我喜欢跟朋友出去增丧拿 啊 很多女孩都喜欢去逛街买漂亮衣服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